鬼灭之刃中的女主角赵门尼豆子 自登场以来 都以其气质独特的萌点而圈粉无数 而很多漫迷可能并不清楚 尼豆子不仅是个萌妹 更是堪称人形兵器 她是这部作品中最特殊的鬼没有之一 无论是身体素质 还是血鬼术都极其特殊 并且战斗力超强 接下来阿伟我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赵门尼豆子这位主角团最强战力 尼豆子最明显的特殊之处 就是作为鬼还留有人类的感情和记忆 能够凭借其过人的意志力恶服自己吃人的冲动 另外 尼豆子与其他鬼还有一个巨大的差别 但就是对它根本不用通过 吃人维持身体技能 甚至不需要像朱射和御史郎一样明显 在完全不摄入 人类血液的情况下 身体也不会像其他鬼一样变得衰弱 甚至还能越来越强 这个设定非常不讲道理 鬼想要变强只有三种方法 一是通过不停吃人增强自己 尤其是吃女人或者吸血之人 代表人物上弦之二的同罗 二是像人类一样进行颜色的修炼 代表人物上弦之三的一窝座 还有就是让无惨赋予自己更多的血液 代表人物下弦之一眼梦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方法风险最大 结果等于招四 而尼豆子与他们完全不同 他独创了第四种专属于自己的方法 那就是睡觉 尼豆子既不用躁虐吃人 也不用刻苦修行 更不用向无惨求险 两眼一地就开始刮青原地长青烟 一觉醒直接从普通鬼变下弦实力 再一觉醒来从下弦实力变上弦实力 期间连系统的战斗训练都没有透过 完全凭本能战斗 就能成为任何对手的威胁 最终更是直接靠睡觉升到满级 克服了阳光的弱点 成为了超越无惨的存在 我怀疑他在开挂 但是这挂好像是作者给的 你以为尼豆子的外挂只是这样吗 那就太偏真了 尼豆子作为鬼最理术的设定 就是他的邪鬼术暴血 这个背叛同类的邪鬼术 足以证明其鬼间身份 他的邪不仅能够烧掉其他鬼的邪鬼术 还能与日轮刀相似相承 炭治郎在战斗中 手持染了尼豆子之血的日轮刀 刀人立刻变成了传说中日之呼吸 现世所持有的红刃 威力倍增 没错 尼豆子的邪鬼术是针对鬼的 并且对人类没有任何负面效果 还能帮助中邪鬼术的人解读 堪称鬼杀队第一神器 而尼豆子之所以 这么特殊恐怕是 与其家族世代代修炼日之呼吸的变种 火之神神乐无有关 造能修魅的血脉中 应该都有太阳的力量 所以炭治郎的道与尼豆子的血结合 才会出现红热日轮刀 而这应该也是尼豆子成为了 不怕太阳之鬼的原因 以上就是关于鬼滅之刃的 女主角造能尼豆子的设定解读了 作为本作最强主角光环拥有者 尼豆子因为外话太强 而被限制了气氛 为了战斗的平衡性 被安排只能在关键时刻登场 而他的每一次登场都可畏 光芒万丈令人印象深刻 堪称主角团的大叫星 虽然炭治郎一直以保护妹妹为己任 但他妹妹其实真的不太需要被保护 这部作品中好像不存在 能够威胁到尼豆子的角色 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讯息 请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如果喜欢视频可以点赞关注我哦 谢谢大家